这个今天现场来的观众不少 你发现了吗 大多数还都是年轻人 现在年轻的朋友也喜欢听相声啊 我看你们各位跟我这个岁数还差不多 是吗 都是00后吧 谁啊 我们 你不要跟大伙话为等号 你刚才说你是什么 00后 捡起来 什么掉了 脸 这叫什么话 你还00后了 岁数小一点 你都快长出年轮来了你 这叫什么话 他00后了 你没那么年轻 都是年轻人 今天呢 借这一个机会 我想冒昧地问大伙一个问题 那就不要问了 那就 哪我就不问了 我就 不是你看你这人 我想冒昧地问大伙 你知道冒昧你问什么呀 我跟大伙交流一下 你信不信没有一个人理你 那理我的是多数 是吗 就是来现场的 都是我的朋友 好 我们家亲戚 咱们试试 我想问大伙一下 您平时工作压力大吗 有没有很尴尬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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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你干嘛 不录了 一点都不热情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因为你问的这个问题 有问题 什么 你问的这个问题 有问题 你明白你的问题了吗 我糊涂了 你问的问题 有问题 不是你要说什么 你问的问题 有问题 你问的这个 crise 身有bug 你这样一说我更糊涂 你要表达什么呢 不是 你问这个问题 它根本上它有点毛病 有什么毛病啊 你不应该问大家 观众朋友没有义务回答你的问题 你有问题问我 咱们俩人交流 我是你的搭档啊 对吧 你问我 我配合你 咱俩不就说下去了吗 你走这儿说多合 那当然了 你问我 你不能跟他们似的 让我干在这个地方 好嘞 多不合适 你问问问 就清清嗓子 好嘞 来吧 你工作压力大吗 我没工作 你是不是有病 我吃完要来的 你没工作 你站这个地方 你说个什么劲呢 我让你不用 你问 谁在社会生活当中 没点压力啊 你那个意思吗 大伙都有压力 你这问题问的多余 如果大伙感觉到有压力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什么主意 听相声 尤其是听我这个伙伴 我 张在驰的相声 是吗 说得太好了 我那相声哪好 好极了 您的语音清脆 口齿凌厉 表演声动 落落大方 您听吧 动 敬 每一面都很美 非一般的幽默 触发 非一般的心动 捧斗二合一 张在驰 就是这么自信 你这是捧我的吗 介绍你呢 我听你这词 你是要拿我洗头 是怎么着 什么家话 您这说我 说得不贴切 脚这么有点不贴切 咱们是说相声的呀 你给大伙介绍 介绍我说的相声 那多好 介绍您的相声 我会呀 这也有词 张在驰 确保每段相声的天然健康品质 张在驰的相声 是天然的弱碱性相声 张在驰的相声 有点甜 有点甜 张在驰 他不生产相声 他只是报复的搬运工 怎么样 照你那么一说 我这相声得多水呀 我这个 做广告人得专家做广告 是 你了解广告 我对广告太熟悉了 是吗 我就是广告专家 行 那我考考你 那肥半考 你说现在大伙最常见的 都有什么类型的广告 有这么两类 哪两类呀 一个是网络广告 一个是口头广告 现在说这个网络广告 网络广告 这怎么回事啊 就是利用网络媒体 所播出的广告 这我知道了 大伙现在每天都上网 有时候打开那个网页 时不时就跳出了一些广告 让你开始 不是时不时 是时时刻刻 网络广告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广告比节目多 是这样吗 一段节目里头 它随时随地 能给你插播广告 您说这太夸张了 一点都不夸张 人家不管网络平台也好 哪个网站也好 播送的节目 都是相当完整的呀 还随时随地插播广告 哪有这事的 瞧你这个意思 你是不老相信的 我不信赵高 没关系 在这个地方 给大伙表演一下 这还能表演 当着你们现场 四万多观众 好嘞 咱俩人在这个地方 你先等会儿 你怎么看出来 今天有四万观众的 我散光 这个回答有没有很巧妙 谁问你了 我看有打理我的 你说来这么多观众朋友 你当大伙要干嘛 表演表演呐 表演一回 好比说现在一个网络平台里头 正在播演你的评书 我正说评书呢 我呢负责给里头插播广告 好啊 让大伙瞧瞧 是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插播进来 我倒瞧瞧你怎么插播 表演表演 咱们试试 你先 话说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 逐鹿中原 这就是三国时代 要说这个三国 要玩就玩三国诈 其他游戏都是诈 要说这三国里头最著名的 就是曹操和刘备 话说这一天 曹操要宴请刘备 两个人要青梅煮酒 青梅酒啊 最洗脑可以喝的充电宝 他们俩人对座呢 要谈论谈论天下的英雄 英雄等级总是调皮肤装备 来一套 他们二人呢 二人世界要甜蜜 请到度假山庄去 他们二人呢 二人世界怎么过度假山庄 农家路 他们二人世界不做菜 农家外卖特别快 他们二人呢 你有完没完了 怎么还急了 怎么还 就是你这么没完没了 插播我怎么往下说呀 这就是网络广告 我最讨厌这种广告 我也不喜欢哪 那你刚才说 还有一种口头广告 口头广告 就是用这个肉嗓子要喝 常见于做小本声音的 就是走街串巷的叫卖的声音 做这个小满满啊 要喝起来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语言精练简短 给你举个例子 您说说 就拿这个夏天卖冰棍的来讲 卖冰棍的 一般都这么吆喝 怎么吆喝呢 我给大伙写一下 梁田冰棍五毛一根 就这词 仅仅是八个大字 既介绍了冰棍的特点 梁和甜 又介绍了冰棍的价格 五毛一根 我这么一说你们就明白了 掏出五毛钱 买上一根冰棍 往贼里边一放 梁田可口多舒服呀 简单明了 对对对 不能详细的介绍 你想啊 卖东西要是详细的 给人介绍介绍 那顾客不是更喜欢吗 详细的介绍 起到了化蛇添足的作用 人家本来想买你的东西 你这么详细的一介绍 人家反而不买了 您说的我不信 详细的介绍 我觉得比那简单明了的更好 这儿吧 再给大伙演一演 还能表演 表演一回 怎么表演呢 好比说我是个卖冰棍的 你上个这个地方买冰棍 我给你详细的介绍 热情有礼貌 好那多好啊 你准受不了 不可能 详细的介绍介绍冰棍 多好啊您说 先生 想吃冰棍吗 我给您介绍介绍 这个冰棍 是我们西安冰棍厂生产的 北京天津西安叫冰棍 到了上海叫棒冰 南京叫冰棒 山东叫冰高 广东一带叫雪条 东北辽级黑三省叫冰国 一般来说统称叫 什么冰棍 这不废话吗 有人怕吃了冰棍闹肚子 这个请您放心 我们这个冰棍的用水 它是经过加工地 经过处理地 经过消毒地 经过高压地 经过有关部门审核地 经过各级领导批准地 我们这个冰棍的用水 它不是雨水 不是雪水 不是自来水 不是蒸馏水 它是天然的矿泉水 用糖是细棉糖 细棉糖出产于我国 宝岛台湾 台湾是我们祖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早在几百年前就被日本窝寇侵占 民族英雄正成功一举 收复了台湾省 台湾岛风景修理 运层丰富 细棉糖 巨与世闻名 它是经过多种工艺 精致而成 吃了我的冰棍 运动员能冲出奥运会 飞行员能直上九冲天 技术员能搞出好成绩 科技员能攻破尖端关 工人能多拿奖金 农民能丰收增产 战神能新民演亮 学生能考进重点 经济实惠好吃不贵 五毛一根小时开胃 我是先生 您就来根棍吧 兵呢 全化了就撤开 好 感谢两位 特别不容易 这段相声我觉得算是成功了 因为第一个节目 然后就有这样好的效果 对 但是李丁 我真的觉得 像他们相声你说的一样 有时候在节目里插广告 真的是挺烦人的 是不是 感谢欧伯们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这个广告它是 只要你加的巧妙就可以 很巧妙 刚刚这一段 我觉得你们又加了很多新内容 对 再加的内容 是你们亲身经历吗 有一部分是吧 有时候我就喜欢在网站上 比如说看一些相声视频 但是有一些网站 你要不是会员的话 他就会时不时地 会跳出一些广告来 我发现这个天下 最会挣钱的就是视频网站 广告商花钱 是要让他播广告 然后他又收另一部分人钱 是为了让那部分人不看广告 对 就是他是两边的钱都可以挣 你看着挣高兴了 突然冒出来一句 就会吓人一跳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